到底为什么这次会发生这么严重的灾情呢 会不会是越狱饮水呢 有这个假仙小邻村的民众就认为说 就是因为越狱饮水杀死我们的家人 那么他们认为说 那么遭到了活埋 还有这个土石留下来 主要呢就是因为越狱饮水的关系 昨天呢这个灾民持续的像 把这个矛头指向了增稳水库 越狱饮水的工程 而且要求要立刻的停工 中央跟地方相关的官员也出面来道歉 而另外政府现在要协助申请国赔 检调也要介入调查了 我跟你们跪下来 请你们 我最介意的王院长还有马总统 麻烦你帮我们小邻村民争取 拜托你们成立专案小组 追偿这次小邻毕业村的援具 我给你们磕头啊 这样走 没有 这样走 小邻村民集体面对镜头 跪求中央上百轻人就这么走了 绝对不是天灾两个字可以带过 已经这么哀伤 还得面对两难的抉择 我穿得恶的人 不要抽一 我穿得恶 别拼 别拼 好 小小的会议室里 大约一半的人默默把手举了起来 到底要不要挖掘亲人的大匹 绝望和坚持两派拉扯 就怕下雨大水再来冲击 走亲人的遗体 协调会决意先挖河道 暂时不挖遗体 让河水能够流过 灾民无助的眼神 幼儿无知的吸引着奶嘴 但是他们要打起精神 努力要为亲人做最好的安排 珍惜完黄明君 范馨宇 SNG小组 高雄 贾仙 采谋报道